飛機在跑道上滑行 準備起飛 不過沒多久 引擎傳來爆炸聲還冒出火光 碰碰兩聲 飛機慢慢停下 目擊民眾見狀都嚇了一跳 一開回去原本的航班做停放 週六國泰航空一架航班 原定從上午十一點二十分 由小港機場出發前往香港 疑似引擎故障冒出火光 機場立即調回停機坪檢修 機場兩百七十五名旅客 受到影響 國泰航空也發聲明 已經安排加大航機運作 晚間七點十分航班輸運外 也安排有航班機協助運送旅客 在等待期間派發餐券 對旅客表示歉意 結果之後 過兩秒之後聽到了兩聲 然後滑回就是停在跑道上面 然後自行脫離滑回去停機坪 飛機滑行 引擎突然故障 嚇壞不少人 索性旅客機主人員都平安無事 不過再看看這個冒出火光的畫面 實在讓人心驚膽跳 航空公司平時的保養維修 是哪個環節出問題 要得再檢討